意大利北部城市热纳亚的一座高速公路桥 昨天发生了垮塌 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了35名 有10余名伤者被救出并且送往医院治疗 目前当地投入超过200人进行救援 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当中 伤亡人数也有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天空中的乌云慢慢散去 露出青透蓝天 只留下地面上巨大的桥面碎片和断裂的桥梁 依旧触目惊心 当天中午 这座名为莫兰迪的公路桥 约100米的桥面突然发生垮塌 剧烈的轰鸣声让附近的居民一度以为是巨雷劈落 事故发生时 有包括轿车卡车在内 大约20辆汽车正在桥面上行驶 多辆汽车随着坍塌的桥面一同坠落 消防人员 警方 医护人员以及民事保护部门官员 随后赶赴现场展开救援工作 并出动嗅探犬 寻找被困人员 目前仍有多人被困在车中 救援行动还在进行 意大利总理孔黛已赶赴事故现场 事故发生时 热南亚正下着大雨 意大利政府称 此次事故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事故发生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社交媒体上 对意大利人民表示位分 并表示法国已经准备好提供必要的帮助 据了解 跨他的桥梁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 全长1182米 桥面高45米 是热南亚市的主要的交通调道之一 该高速公路也是连接意大利和法国的重要通道 当地媒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 事故可能是桥梁存在结果问题导致 不过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